纽约时装周 并不只是知名设计师的舞台 同样也是培养设计新秀的摇篮 旧金山艺术大学的九名设计专业学生 也带着自己的作品亮相纽约时装周 其中还有两名为华裔学生 刘杰来自山东 本是会计专业的他 在三年前踏上服装设计之路 短短时间内凭借出色的成绩 为自己赢得了亮相纽约时装周的机会 刘杰说这次带来的八套作品 灵感源于英国著名雕塑家Anish Kapoor 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 倾斜的这个领子 然后它是简约主义的设计 就是只有很少的几条线 然后就构出整个衣服的形状 让它很流线型 另一名来自中国台湾的年轻设计师 黄静银也带来自己的九套作品 颜色鲜明 材质轻柔 黄静银的设计为秀场内增加了一道亮丽的色彩 这边其实全部都是羽毛 我先把羽毛粘上去之后 再把Oganza放上去 再top stitch 所以它就是有一点这种纹路在上面 然后加上羽毛飞出 纽约时装周是他们实现梦想的第一步 年轻的设计师们表示 希望自己的设计理念能够成为现实 开个人时装秀 并最终将自己的品牌打入市场 美国周年时记者 赵木铭实习生 蒋星辰报道